讲修行 落实生活 讲经典 应用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座谈经 四一六 道在当下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人们常常把期待 寄望在下一秒 所以常常把最珍贵的当下遗失了 这是人性 同理 如果你今天听课听得很有感触 你一定还会起一个概念 我回家后 要按照师父的方式好好修 乍一听 这是对的 其实不太对 你听懂 当下就懂了 当下就修了 但你却以为 要回去才好好修 你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到书局 买一本书 就急于把它看完 好在 看第二本 那你要看到什么时候 你到底在期待什么 你也不知道 什么最美好 当下最美好 什么最真实 当下最真实 离开当下都是虚妄 你不要骗自己 尤其你听谈经 如果你不懂的这种概念 你会迷闻经累劫 因为你永远不明白什么叫当下 你要有勇气 让自己当下就懂 我这么说 一点不过分 像我越看谈经 就越百分之百肯定 六祖讲的每一句话 你也觉得六祖很不错 但你的内在却是否定自己的 你认为你做不到 也不可能有六祖那样的根气 你说 六祖不知道修多久了 我都没有修 其实 你并不知道你的过去 我并不是在鼓励你 而是告诉你真相 比如 外面那条路叫文宁路 它是一条道路 你们想悟到的道 和道路的道是一样的 假如 文宁路长 全长二十公里 你走到哪一步 不是文宁路呢 第一步是道路 走下去 步步都在道上 你以为 要把文宁路从头走到尾 才叫道吗 我画大海 假如这是海浪 第一波是海浪 第二波是海浪 第三波也是海浪 哪一波不是海水呢 你今天这一节课听不懂 你要等到哪一节课 这一节课就是波浪 波浪当下就是海水 你怀疑你自己 一直说你业障深重 就是因为你不懂真理 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海浪就像过去 现在 未来 佛曰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只要明白不可得 心经 你就彻底懂了 无智亦无德 你就是观自在菩萨了 这三波 你只要明白波波是波浪 波波无心 三心皆不可得 但你的脑袋却有一二三 假如你吃苹果 要三口吃完 你要把握住哪一口呢 上谈经课 还有那么多内容没有上完 你要把握哪一节呢 你为什么不说把握当下这一节 因为你又在期待下一堂课 你吃三口苹果 每一口都是苹果 你为什么在期待第三口呢 第一口咬下去就是苹果了 你为什么在等待下一口 每一波都是海水 你为什么在等待下一波 这就是脑袋 你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急于把一本书看完 急于把一件事情做完 做事做不完 书看不完 想也想不完 烦恼也烦恼不完 解决也解决不完 我说的不是鼓励的话 而是真相 你看谈经 要百分之百肯定你有可能当下见到 而不是听完再回去修 当下听 当下就是修了 六祖很清楚地在谈经中说 他听五祖讲金刚经 当下就顿见自信 难道你不可以吗 如果你要等听完我的课 抄一抄笔记 重新听一下录音 想一想 决定这样修了 接着才盘腿打坐 慢慢来 我也没办法 也不会说你错 因为这叫文思修正 我把很多事情跟你讲白 你要这样修可以 但是如果你因认为你不能当下顿悟 所以才不得已而求其次 这代表你正见没有具足 邪见即产生念头障碍自己 你障碍自己 说你没有办法 文后思维 你能够把握当下的这一刻吗